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点符合天意 一切都是天意 是喔 什么命运都是天意 是 是 雅莎你觉得是天意吗 我觉得有啊 有 真的很开心 雅莎就是爱这张专辑得奖的 对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雅莎就得奖的爽可以持续夺 多久啊 你问得太直白了 这位大哥 从得奖那天到现在 还一直持续在爽不退吗 就是 你走在街上 大家会说 欸 哥好 哥好 真的还蛮爽的那种感觉 就想到就会觉得对 那半夜会摸那个奖杯吗 奖杯还没有拿到 对 会比谈恋爱要开心 呃 我觉得当然 就是一个成就感的大肯定 对 但是我觉得对雅莎来说 我觉得这意义不一样 一个外地人欸 真的 欸 不会说台语的 你为什么会想学台语歌啊 我觉得真的就是 命运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我来到台湾 然后参加超级偶像 那我 我其实之前比 就是 金曲奖那天上台 因为太紧张太兴奋了 所以很多 想要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我其实很感谢超 我能够给我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认识我 然后 也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 听到了 就想说很感动我 就想要去学 那一路上就是陆陆续续 唱了一些台语歌 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 蛮好的回响 哦 对哦 那雅莎唱一下 好啊 那我唱副歌 好啊 来来来 好啊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我的一心恨好人到 只在幸福是早早闹闹 但太短期的时尊了久 我的娘你心走 因为我会不敢 看你为我帅人 台语比我好 我的一心恨在你岛 我觉得我的台语比你好 志冯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 我觉得雅莎的台语 还是胸胸胸胸胃 不会 我觉得她 就是这样 我刚都听到陶醉了 因为志冯本身也是制作人 对 请问 老师请问她有没有唱出台语歌手 应该要有的依靠 其实如果以依靠来说的话 我坦白说我觉得差了一点点 可是你知道她那种天籁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在陶醉了 我身体就跟着晃 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对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对 好 称得好 但是你说标准不标准 标准不标准 但是依靠 对 其实很多港星 包括港星她们唱国语歌 她们也唱得不是那么标准 对 可是她们也得过很多金曲奖 所以我一直觉得 也对吧 对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 你说她唱得多好 你只要能够感动人心 像雅莎刚才唱 我就真的感动了 我都快哭了 你知道吗 有吗 好感动 是 但是我想请问这位姑娘 您知道给你的歌词那个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其实有很多 我有看过一些朋友 她们就是一些留言 会觉得说 你不懂台语 你懂你在唱什么 那个意境 对 那我当然懂 因为就是在学歌的时候 一定除了发音以外 你要把那个歌词的内容 它在表达唱什么 都要了解清楚 这样你才可以就是 用你真实的情感唱出来 不然也是没有办法去打动别人 师傅老师 那教一个不会说台语的歌手 唱台语歌 那重点是什么 那以后会越来越多 我们到底是咬字最重要 还是愧靠最重要 还是说情感 其实都很重要 咬字也重要 愧靠也重要 可是这个东西都可以练的 只有一样东西不能练 情感 对 你要与生俱 要能够 对 要能够表现 那个要有历练 对 所以那个东西 你要经过慢慢的一些 一些磨练 就好比说谈恋爱 你可以谈恋爱 然后知道那种恋爱的感觉 就像唱歌一样 你知道以后 你才能慢慢的投入那个感情 其实感情可以分三种来说 一个是烂情型的 对 一个是多情型的 一个是纯情型的 像雅沙唱就是 介于这种多情纯情跟烂情中间 所以听起来就很舒服 你知道烂情就不好听 那烂情不懂 我懂 有一种很油 对 就是那个转音 就是那个转音 就是这样子 就是油的 都是油的 不是 不是 你这个我觉得原唱就是这样唱的 没有 原唱不是原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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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好可怕 是我讲的 不是 不是 其实很多歌 你看好像好比 我帮蔡小伙写 爱情老蛋 对 它就转音转的很多 然后如果说 配合我就烂情了 那朱迪哥说的不是我说的 蔡金虎在开演唱会 他有事啊 要来宣传喔 对 像我刚才是 是 对 那像 像罗石峰 罗大哥 他就属于比较 纯情的那一种 对 就很直接你知道吗 那纯情怎么唱呢 像 像他的忙忙很清晰 就没什么转音 很大牛的唱法 对 那如果烂情就好笑了 我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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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听完了 寻麻疹都快唱 对 所以为什么 我没有得金曲奖 是有原因的 对 雅莎得我没有得 你看 就唱 因为人家唱得多好 那我是那种 又不滥情 又不纯情 又… 那我们就得要请 老师 你这个新专辑 你也得自己唱一下吧 我们来听听看 您是属于哪一种风格 呃… 要唱到吗 听你吗 好 主打 好 来 好 谢谢 好 你好 不在咱的世界 我买著悠 別相信 閃是在 也是你 用前針 用前針 用前买水到清淨 也是看不見人心的 為真是 為真是 為真為愛上足跡 原來這都是天 阿莎 你覺得 江志豐的愧靠怎麼樣 那個老師請評分 你覺得他台語標準嗎 超級標準的 不過我最厲害的 其實不是台語 我最愛其實是國語歌 國語歌唱得還不錯 拿手是國語 對 其實我以前 因為在餐廳唱歌的時候 是唱國語歌 在其他人聽 自然自唱 我們聽聽看 心若眷了 淚也乾了 原來神還能再度擁抱 曾經擁有 天荒地老 已不見你 暮暮於長長 我覺得你唱歌也是 純情 很純情的 是屬於 這種國語式的唱法 就像你的台語 對 所以其實我台語 坦白說 跟亞莎比起來的話 至少亞莎 他的東西很有生命 那我還在學習階段 會不會有的人 他就是他 他本身就情感比較豐富 所以他唱什麼歌 他都很 用生命去唱 會 其實像我剛提到羅時豐牛歌 他唱歌他很有感情 非常有感情 我上次幫他寫一首 不曾說愛你 就寫給爸爸的歌 然後他是唱那種 對老婆的那種愛 因為在唱那首歌的時候 剛好牛嫂出集火 所以他唱得好有感情 可是他的感情 不是一般我們講那個轉音的東西 不是轉音的東西 他可以用很直接的東西 讓你看到他的感情 就是很直接的把這道菜 端到你面前 他就是這個東西 對 那就是不一樣 那小虎歌他就是 會利用很多的技巧 然後來演示一些東西 不能講演示 來鋪陳一些 一些下面要做的東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 蔡小虎是閩南語歌攤裡面 歌音花腔最多的男歌手 其實 轉音最多 花腔最多的男歌手 來演示他的 我剛好說演示嗎 對啊 喔 其實小虎歌真的很會唱 我們去演唱會聽就知道了 對 對 聽他的憲哥 快館要把我轉彎四角 對 我要拿巴布來去 巴 你不要這樣 他在台上會嚇到會跌倒 我要買第一台 巴 突然間有個那種螢光的字 然後一閃 就是濃 一個濃 濃字就是上海 來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星座的人 最容易感情用事 對 跟他講的是唱歌感情用事 那我們這三個呢 是在很多做人處事 還有工作態度方面感情用事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那首先呢 最容易感情用事 要看你的太陽星座 跟你的月亮星座 那這樣的人呢 在人生路途上 一定是坎坷會比人家多一點啦 首先呢 太陽月亮水瓶座呢 它就是呢 它只在乎現在的事 譬如說 他現在口很渴 想要喝水 但他就不管自己現在是感冒 發燒或生病 或明天要開會 他不管 他現在要喝冰的 他就喝冰的 然後呢 他也只在意現在 他現在看到這房子 很漂亮 面還緊 他就買 但沒有想要投資報酬率 將來的車程 好不好轉手 他也不管 然後我現在愛這個男的呢 我就跟他在一起 好好的在一起 也沒有想到 是不是結婚的對象啦 或者是說 自己是不是試婚年齡啊 所以他永遠都不想 就是現在想幹嘛 就想幹嘛 只貪求當時的快樂 跟當時的那種 幸福的感覺 跟當時想要得到這個東西 可能就要買一個東西 滿足自己的物欲 但是卻刷卡透支 這些都是水平 跟月亮水平會做的事情 沒有思前顧後 那太陽月亮雙魚的是呢 它的想法就是 我願意犧牲 它的邏輯就是說呢 你們通通都不要管我 當它任性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認為你們都管我 問題是說 我願意犧牲 比如說這是一個 雙魚座的女兒 他想把所有的機器 通通都給他男朋友 父母很反對 他說你們都不要管我 這是我的錢 這是我的人生 我願意 那你就沒責啦 或者是說 你在感情當中 折磨的雙魚座同事 你一直想幫他 他說 你這樣青春耗在他身上不好 雙魚座的同事就會說 沒關係我願意 我就是願意 我願意陪他20年 我願意等他三年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 你們都不要管我 反正我願意犧牲 委屈的是我 你們主安我什麼呢 但是他沒有想到 可能父母會擔心啊 身體法復受之父母啊 還有他未來的人生 他都沒有想到 他只想到說 反正我願意犧牲 我願意給 這是我的命 我的身體 我的愛情 我的人生 我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它是一種 被動委屈式的任性 但是也會造成 四周很大的困擾 因為當他都給完以後 最後爛攤子 還不是其他 11個星座在幫他收 對不對 那太陽月亮牡羊呢 就是我想怎樣就怎樣 好 現在這個場合 不適合講這個話 但他偏要講 不講不爽快啊 晚上睡不著啊 但講了以後呢 就傷了人 或者是讓場面尷尬 或者是說他現在呢 就是花完這個錢呢 可能就明天沒錢繳房貸 但我現在就是老子 要花這個錢 我想怎樣就怎樣 我想罵了就罵了 我看那個人不爽就是不爽 我管他爸爸是董事長 還是誰 所以這種任性的特質 就會讓他的人生多了很多 不應該出現的那種困難 或者是他認為說 我今天想離職就想離職 我今天想上班就想上班 所以他是屬於比較 情緒在操控的一個 要特別的注意 真的 對 好 謝謝老師 來來來 不過講到這個感情 硬盤可以放下啦 好 那志豐 聽說你從小就很有感情 然後對於 連小貓小狗都很有愛心 你從小碰到路邊有什麼小狗小貓出車 因為小時候家裡是一個那個 它是一個堂嘛 道教一個堂 那因為爸爸媽媽都不在身邊 所以我從小就喜歡看書 然後當中也包括了佛經 對 然後小時候我很喜歡 因為佛經也看不懂嘛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就拿起來背 對 那就把那個什麼 背六字大名 簡單是六字大名咒那個東西 然後最難的 那時候還背到什麼 波羅波羅蜜多心經 往生咒什麼這些咒 對 都背 那聽說往生咒這個東西是 只要有人 不管是人或動物 或什麼的往生的話 然後就可以回向給他 所以以前我只要不管出去 或者上學下 不管任何時間 我只要看到有人往生了 或者有貓狗 或者什麼什麼東西 在旁邊掛掉 我就會跑過去唸 唸個兩三次往生咒 然後唸完之後我才走 從以前就這樣子 那上學不會遲到嗎 其實我上學 就有點忙 你知道嗎 你就跟老師說 去助唸就好啦 這麼小 對 不過平常講 我唸書的時候 從來沒有準時過 因為我以前 車子很容易壓到 可是你自己 遲到就遲到 你不能用說我去唸金 來當藉口 那些狗跟那些貓 是你自己壓到的 我連個小牆 我都捨不得殺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人家真的是佛心來著 對 我從小就覺得 他們很可憐躺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不敢去抓 我也不敢去摸 但至少我可以發一點善心 因為真的聽說是有用 所以我就都會唸 一定都會唸 像亞莎 亞莎妳從什麼時候開始 妳有唸金的習慣 我們那天看妳得獎的時候 也唸好多金 我因為是 來台灣才開始有這個習慣了嗎 在上海時候就有 對 就有 那我因為是從小 我家裡的關係 我外婆媽媽都是姓佛 然後小時候都是會跟媽媽外婆 去廟裡燒香拜拜 那應該是十幾年 就是以來的一個習慣 那後來就是有 認識了一些朋友 他們就是在學佛的 然後就跟我說就是 說唸一下什麼 觀音菩薩阿 普門廳阿 然後唸心經阿什麼的 就是會比較 因為我自己本身體質也比較弱嘛 就是對 比較弱 然後就說唸的話都會 各方面都會好一點 然後後來也是有唸金鋼筋 是因為我家裡有人 就是我的舅媽突然間過世了 然後後來就是 也是有朋友就說 那妳就是唸一下金鋼筋 什麼什麼就是可以為家人 應該說是對 希望家人能夠平安 這樣 可是妳剛剛提到說 妳的體質比較弱 對 是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妳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就 小時候就一直就是 抵抗力不太好 就經常會 健康方面 對 就是會什麼感冒之類的經常 然後人家說唸金唸酒的人 有時候會開始有一些 靈感 有一些靈感會開始慢慢出現 妳得獎前 就有發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那天 對 就是那天 應該是頒獎前 早上我起來都會唸金嘛 然後那天就是在唸 唸的時候唸金鋼筋的時候 我就唸一唸 突然間 因為我閉著眼睛嘛 然後唸到就是 突然間有個那種螢光的字 然後一閃 就是濃 一個濃 濃字就是上海話妳的意思嘛 然後一個濃就閃過 我當時就 怎麼會突然間 腦海就是有一個字出現 當時也沒有多想 然後後來就是 看電視 一看電視就是 12點17分 正好是我生日 就覺得滿 1217這樣 對 1217這樣 滿臭巧的 所以妳當時就有感覺 會不會是自己 當時只是覺得說 不要想太多嘛 對啊 這種要得獎 入圍就已經很緊張了 所以這個時候唸金齁 那個心裡除了唸金 嘴巴唸金 那個心裡知道怎麼想 是想說 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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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不得 他不得 他不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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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其實我每天唸就是 都是一樣的 就是唸完都會說 祈求菩薩保佑我們全家 身體健康啊 我外公外婆身體健康平安 然後就是保佑我 接下來可以順順利利 其實就這樣子 不會說 我一定要得 就說 菩薩決定就好 其實這樣 不會特別希望有所求 這樣子 特別去講 因為我覺得妳 因為就是覺得可能 也不要給自己壓力 也不要給神明壓力 就隨緣啦 不要給神明壓力 他就有給神明壓力 神明還是說 濃濃濃濃 菩薩你決定就好 但我真的很努力 我吃了很多苦 他們本來就會講台語的 我練得這麼辛苦 那你決定就好 很矯情耶 對啊 矯情要改成好不好 很矯情耶 你就會講這麼多對不對 講這麼多年 入圍了嗎 結果也浮現出這個字 滾 滾 人家不是都要求平常 或什麼都要拜拜 然後瓦龜 可不可以拿一個東西來吃 那我是三不五時晃過去 我就 就走一下 然後 後來習慣了我就覺得 反正每次去就很好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就這樣也是這樣晃過去 然後手一伸出去 結果就從那個 來…我們這邊請教黃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哪些手面相 天生好命 非常有福報 只要實際到他機會就來了 對 有福氣的人 就有這樣的好運 那我們通常在一個人的長相來看 看福氣都是以看耳朵最重要 我們有一句話 問福在耳 所以我第一項就用耳朵來看 耳朵要怎麼樣呢 首先耳輪要圓 耳輪是指上面這叫耳輪 然後耳朵要厚 我們剛才講 看一個人有沒有福氣 是看耳朵 那你耳朵如果厚的話 通常反過來講 他為什麼貴人多呢 因為他脾氣好 有度量 能夠考慮到別人 然後耳輪圓的話代表圓滿 然後耳輪是這樣子 有些人耳輪是三角形的 或者比較方形的 方形或三角形的耳朵 通常比較跟人家多爭執 或會有破壞 比較不容易得到福報 那如果圓的呢 他就比較能夠得到 我剛講嘛圓滿 能夠得到比較的福氣福報 第一項是看耳朵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那第二項呢 看一個人有沒有福氣 或者他有沒有這種福報呢 這是什麼呢 叫玉枕骨蜂龍 玉枕骨就是後腦啦 對喔 因為以前我們節目講過 後腦是代表祖先嘛 圓祖 祖先然後代表自己 這種看法 那我們以個性來講的話 後腦蜂龍的人呢 他持續力很夠 永久力很夠 跌倒能夠再爬起來 百折不回 然後呢 這一邊呢 再有這樣的話呢 剛剛提過嘛 祖先的保佑 讓他呢 天生就有福報 有這個福氣 是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那第三項 第三項 老師很為難大家耶 要人於限 不…這意思是 這是畫圖是畫得很難畫 這叫你穿高腰褲 不是…我是講的 我們有一個叫八大閣 什麼叫八大閣呢 身體呢 有八個地方都要大 什麼地方大呢 頭要大 臉要大 耳朵要大 眼睛要大 鼻子要大 嘴巴要大 身體要大 聲音要大 那事實上這個八個大 並不會一定大 有四個以上大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一個格局 就是臉大 耳大 或者你這有四個 合在一起的話 小和你退下 你怎麼都小的啊 沒有…他比較 他身大啊 他非常高耶 肌肉叫大H OK 然後有鼻子小 嘴巴小 鼻子不小 鼻子不小 眼睛OK 老實講的才算好不好 你是誰啊 肚子身高多少 185 對啊 好高大 我站在他面前真的 我站在他面前 肚子大 好啦 我意思說 這有四個大 他格局大 會有鼻子大 聲音大 這些都是不錯的 你八大 你都大 好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我把它列到最高分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 反而是不太容易在 直接從長相看出來 要聽他的聲音 叫做球拳在身 什麼叫球拳在身呢 在我們人家學有個叫五法 五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講問負在鼻 看人有沒有錢看鼻子 第二問貴在眼看眼睛 折交在眼交朋友看眼睛 然後問受在神看神 最後第五個 就是最重要的才球拳在身 就是聽一個人的聲音 很清晰 很聽起來很悅耳 像剛才的那個亞莎聽的聲音 你有沒有聽得很好聽 很乾淨 對 聲音很重要 更加一下這個 還要講他的重點 球拳在身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講話不要在背後 講人家的壞話 是 你我們講話不要去背後 做小人的話 你一生中就會有福報 這是非常重要 我把它列到最高峰 好 亞莎 結果你那天上台得獎的時候 你忽然一下 感謝觀世音菩薩佛祖 田都元帥 這什麼 這都是你家裡供的佛 對 我外婆就是有在 家裡都有供觀世音菩薩 在上海 對… 那我其實在上海 我都是會固定 初一十五都會去廟裡拜 對 然後我來台灣以後 那因為就想說 因為我有這個習慣嘛 所以來台灣以後 有去龍山寺 我來了以後 有空我就會去龍山寺拜 然後走之前都會 就是去拜一拜 那其實田都元帥也是我 得獎錢才認識的 因為也是有一個前輩 他就跟我說 田都元帥 他是戲曲界的一個神 張管音樂 對 他說你要去拜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藝人嘛 所以他說你要去拜一下 那我想說好啊 我就去拜一拜這樣 我今天講這個 我們都不好意思 田都元帥在哪裡啊 基隆的廟口 就有個田都元帥 還有萬華也有 萬華也有 萬華也有 是喔 對… 對… 他是保佑戲曲 他是音樂的 他是音樂的神 我拜錯 我也去拜過 你拜是哪兒 我不知道他原來是 保佑做音樂的 我也是希望 全都元帥保佑我 能夠在演藝事業 一切順利 應該都是啦 都有 對… 是… 我想說怎麼都沒有發片 什麼的 不發個一切也好 有發啦 人家有保佑 人家很怒很用力的 發過一張了 好… 所以… 所以你後來說 你後來去 就是說你知道田都元帥 因為拜田都元帥 然後也不吃螃蟹是什麼 有一些忌諱是 因為田都元帥他小時候出生 是被遺棄在田邊嗎 那他是靠螃蟹五末 就是養…餵大他的 養大的 所以就… 其實我知道以後 我就想說 那我再不吃螃蟹了 像我最愛大閘蟹啊 那種都… 對… 那我叫那裡泡沫 紅茶也不能喝 泡沫… 泡沫… 那不是會想到你的啦 那我知道了 不是… 因為他從小時候 他被拋棄在田邊 他小朋友嘛 然後是螃蟹用他的泡泡 養活他嘛 對不對 那應該不搭嘎吧 那你連蘇打水都不能喝吧 對 你也別洗澡 因為都有泡沫 早都說 你說了算喔 那我黃老師 黃老師 真的 黃老師 我們來了解一下 田都元帥好不好 好 那田都元帥 他先講一下 他不是田都元帥 是田都元帥 是喔 他是姓田 他田等一下會講 他姓田 然後都元帥就是大元帥 或者最高階級的 我們講戲劇方面的元帥的意思 那麼他一個是傳說這個故事 是唐朝唐玄宗 宮廷裡面有這個叫做梨圓 梨圓就是訓練這個戲劇的這些的人員 表演的地方叫梨圓 那麼這個 我們一般傳說這個人叫雷海青 雷是打雷的雷 雷海青 他這個人就是戲劇方面的大師 他表演得非常好 天生有這個天分 但是安禄山這個叛變的時候 打到洛陽來 那麼唐玄宗都逃走了 那麼安禄山就要召集那些 原來梨圓的那些表演的人來 你沒有表演給我看 我是新的皇帝 安禄山 結果大家都表演 就是雷海青不肯 為什麼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位雷海青 他變成說他忠義 忠義某個皇帝 我怎麼現在你這是叛變的皇帝 我怎麼表演給你看 所以他是被安禄山殺掉的 然後據說後來唐玄宗逃的時候 他還顯靈來救駕 那麼他顯靈的時候 天上一定有雷這個字嗎 就是雷這個字會旗字 古時候那個要來救駕這個雷字 但是雲霧遮掉 把這個上面遮掉 所以看成變成是田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田 就田都元帥 其實他是姓雷 但是我們一般的傳說是雷 是田 後來我們就封他就稱為叫做田都元帥 他應該是我們戲劇界 就是說我們表演界 藝人界之間的一種保護神 因為為了去借廁所 我才知道原來基隆的那個廟 他拜的是田都元帥 對 然後有時候回去就會去拜拜 所以你從小就接觸 所以你看過很多顯神機的狀況 因為之前有老師講過 他說 因為他們說這個東西會附傳子 是會附傳子 所以爸爸走了 有些東西其實會遺傳到一些 是 那從小 像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海邊游泳 那時候我記得大概五六歲 那個印象很深刻 因為爸爸很會游泳 那 他就叫我坐在游泳圈上面 我就躺在游泳圈上 然後抓著一個那個網子 他潛水下去 然後就抓那個蠟 然後就丟進去 丟... 不知道 對 丟了幾次之後 會已經來個大浪 我就被那個浪 啪 就一打 然後整個就翻過去 就沉到海裡面去 結果一沉 沉了大概五分鐘吧 可是我真的一口水都沒吃到 我竟然連一口水都沒吃到 而且我爸 看到我的時候是一副很驚訝的樣子 看到我站在那個海底下 然後... 站著 站在海的底下 海床上 對 然後還拿著那個 因為我要負責任 我是一個很有責任的感覺 所以那個網子不能丟 你站在海裡面 還拿著魚網 對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 只是 因為我第一次掉到水裡面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會吃水 後來長大 就是慢慢懂事 我爸來說 你如果不是因為生命什麼 在保佑你的話 其實你可能早就嗆死 對...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等一下... 剛剛的故事也太玄了吧 真的... 我們還沒問清楚 那海水是到這裡嗎 沒有 我整個... 我整個是被淹下去的 大概有... 大概應該有一兩層那麼高吧 我整個是在水裡面 可是我到現在印象很深 因為後來知道 當然覺得很可怕 可是那時候完全不了解 就覺得我... 水也沒什麼 反正就... 我也還是能呼吸 那你後來很會游泳 現在還好... 還好 對 還有其他的 有...像... 我印象比較深的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次是... 我唸國中 這個就年紀比較大一點 這個... 半夜我們家神明生日嘛 然後半夜我要起來尿尿 結果一爬起來 我就看到三個布袋戲 在那個窗戶上面 就看到三個很像神... 應該是神明... 它就飄在那個窗戶那邊 蛤 對 後來我叫我奶奶起來 我就一直叫我奶奶看 我奶奶怎麼看都看不到 然後一直到後來我說 那你在那邊等我 你站著你不要動 我去上完廁所回來 你保護我 然後後來我去上完廁所回來以後 就看不到了 蛤 就沒有了 然後什麼你還有弄... 對 然後還有...小時候 他說... 因為我們家... 他那個道堂他要... 初一十五要... 好像是要念什麼東西就對了 然後有一次也是 類似神明生日這樣子 然後爸爸就說 這個神明教堂不能佔人 你不要... 你怎麼算都可以 可是不能到... 躲到轎子底下去 那... 因為我從小就很疲 那我哪管那麼多 我跟人家玩... 那... 做蜜蜜蜜我就躲進去了 反正你越說不能躲 我就越躲 而且躲在那邊 一定沒有人找得到 對 一定沒有人找得到 後來果然我在那個地方被定住了 然後真的就沒有人找得到 定住 對 因為爸爸有跟我說 他說 當神明在不知道怎麼樣的時候 他有那個... 天明天上來的時候 那... 如果你被掃到 你就會類似... 那個... 刷掉還是怎樣 然後說刷掉 對 刷掉 結果就真的沒有人找到我 就在那邊... 待了好像一兩個小時 然後後來媽媽... 自己也動彈不得這樣 動彈不得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唯一一次看過虎爺 對... 唯一的一次看過 其實不是看到虎爺 是看到虎爺 虎爺 對 因為小時候我很喜歡 偷吃虎爺的東西 對 那... 人家不是都要求平常或什麼 都要拜拜 然後... 可不可以拿一個東西來吃 那我是三不五時 晃過去 我就... 就走人家 就拿過去 後來習慣了 我就覺得... 反正每次去就拿 那一直到有一天 我就這樣... 也是這樣晃過去 然後手一伸出去 結果就... 從那個神... 神桌那邊 就一隻虎爪 就... 往我的手... 就這樣下去 然後我就... 從此以後我就... 那個... 今天可不可以吃麻糬 今天可不可以吃巧克力 我都會問 那他會回答你說 不可以 會拔杯啦 拔杯啦 你要問一下 對 他說不可以我還是會吃 可是就被打那麼一次 就是你至少要尊重一下 對... 學會禮貌啦 真的是耶 好玩喔 真的 我們來請這個子榮老師幫大家做一個 超省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神秘會特別的保佑我嗎 一個月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是如果呢 你正在逛街 結果呢 身邊出現了一個大聲喊叫的人 你覺得那個人要做什麼呢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 那個人大叫的 有人搶劫偷東西 B的選項是 跟人家吵架 C的選項是 在叫對面的鄰居 D的選項是 在喊今日特價的叫賣聲 直覺來選那個在你旁邊 大喊大叫的那個人 到底在喊什麼呢 直覺喔 好的 來 亞莎 我選C 好 我選最後一個D 有人搶劫 我選今日特賣的叫賣聲 好的喔 大愛去 跟人吵架 我也是跟人吵架 我很想跟你吵架 來啊來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A選項 現場有微彎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到有人在搶劫東西的 好 你的保佑指數是50分 好喔 得到神明的保佑呢 就是多行善事好運到 好 未來的一個月呢 只要你多行善事 多做一些善事 多說一些好話 你就會得到神明的保佑 而且呢好運會連連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呢 現場兩位主持人 還需要努力添好運 因為跟人家吵架就是 把你的好運氣啊 都把它用光了嘛 把氣都氣出來了 你身上就空著的了 所以呢你這時候呢 如果跟人家吵架 你更要懂得怎麼樣添好的運氣進來 所以禁止在下一個月 未來的一個月跟人家吵架 否則你的好運氣都到對方身上喔 你只要記得 我什麼事情就忍著 看不過去的我也忍著 什麼不想說的話我也忍著不說 都說好聽的話就好了 是喔 不然可能就會很難會有好運氣喔 所以要忍著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呢 現場由亞莎選到這個選項的 在家對面的鄰居 你的保佑指數是95分 很高喔 是因為神明保佑萬事通啊 眾神明都在保佑你 所以呢你想要不要得好運也很難 所以你是好運最多的 而且直接受眾神明保佑 真的是那個好運到現在還沒有退喔 對 那真的 不要退不要退 而且未來一個月好運還會持續喔 生命還會繼續繼續的保佑你 任何心想要做的事情 神明都會保佑你心想事成 是 真好 好 來我們看一下選擇D選項的 有志豐跟黃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好 你的保佑指數是75分 這個是未來一個月呢 驚喜連連好財企 就是未來一個月也許你發片啦 也許你賣東西啦 也許你開創新的商品啦 也許你投資理財方面 都會有很好的財企跟在你身邊 所以你要把握未來的一個月呢 關於賺錢啦 理財啊 投資啊 賺錢這方面的好運氣就會跟著你了 好好的把握囉 鬼月七月份快要到了 然後我們來聊一點靈異故事 當然志豐啊 雅莎也從小有念經 我們說有那個那個靈通喔 剛開始有靈通 可以有時候可以健身 然後現在也不能控制 偶爾也會有一些靈異的 也會感受得到對不對 雅莎妳就 妳之前在飯店有過靈異經驗 對 我之前那是第一次 那時候還滿小的 然後還沒有念經嘛 然後就是有去到一個飯店 其實那飯店是當時最早建的一家飯店 所以它已經很久很久了 那我進去的時候呢 就是整個飯店都很舊嘛 房間都很舊 然後燈像床頭燈都是不亮的 然後很多像櫃子的燈也是不亮的 那時候我就一個人住 一個人住我就開著電視機 那我想說 我今天晚上不敢睡了 然後可是後來還是撐不住 後來就睡著了 那沒有事情 然後好 第二天 中午起來去外面買一個東西吃 然後回來就感覺很想睡 就睡了 那我是趴著睡嘛 後來我知道自己要醒了 但是突然間聽到一個聲音 就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然後她就是非常淒厲 非常淒慘 就是那種很高頻的啦 就是 那種反正就是很恐怖的聲音 很拉長的 然後我就當下一想 啊 什麼聲音 然後就感覺有東西壓到你身上 就很重 那我就是 一定要掙扎 要睜開眼睛要叫 完全怎麼樣都不行 然後當然就很可怕 而且她還是那種 在你身上好像 坐起來再這樣壓下來這樣 就一直在動 那時候就嚇到就是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 因為都就是有知道佛號嘛 然後我就唸 那麼多佛 那麼多唸了三遍就沒了 沒了以後我就坐起來 我坐在床頭我就想說 剛剛是什麼 還沒回過神就電話鈴響了 嚇死 就想了以後 然後是個女生的聲音 她就講 她講的是北方話 我講得很快我聽不懂 然後我就講 然後就掛了 然後我想說到底是什麼 我就打去前台 現在說 我說有我的電話 她說沒有你喔 對 沒有 我當下嚇到然後馬上穿著褲子 就背著包就逃 就往外逃啊 而且那天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 晚上就是有同事 那時候唱片公司同事 接我去她家住 然後她就陪我睡 她就睡在我旁邊 另外一張床 我就感覺一整晚沒有睡 我就感覺有個黑影 站在你旁邊 真的過來啊 就一直覺得就是 就有什麼那種感覺 那其實後來有些人就會說 是不是你睡覺姿勢啊 壓迫到心臟什麼 神經過什麼東西 對 我也是以為有一點 將信將疑 想說是不是這樣子 那後來隔了兩年 然後就是 那時候還在唱片公司 大家就是吃飯 中午聊起來 就大家講到靈異事件嘛 然後講到鬧 有一些什麼 飯店怎樣 那時候就是有個同事想 欸你們知道嗎 那家那家什麼飯店啊 在哪裡在哪裡 然後說那裡面啊 之前有一個 女的上吊 是女的 欸我聽到又是女的 就是這家飯店 他就上吊 然後就是 後來請了道士什麼來做法 可是沒有成功 那當下就是那種雞皮疙瘩 就覺得 好恐怖 什麼被遇到 對 其實大部分都是身分的攻擊 就是說 都會說那個數字426 好 智峰 智峰有破過靈異世界嗎 我是有 遇到過一些 比較不可思議的事 對 像 我有一次要去 中部表演 那因為 有一段時間我 我吃了大概半年的安眠藥 因為真的都不能睡 壓力太大 對 然後加上其實我又 我一直覺得藝人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是有壓力的 所以我就習慣吃安眠藥睡覺 那剛開始吃半顆 那半顆不能睡 後來我就吃一顆 那那天因為隔天的活動 那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活動 那我就吃了兩顆睡覺 結果對 結果睡到一半 剛好那天 我媽平常都不會叫我 她不知道為什麼她就叫我 她說 你不是明天要去台中表演 你怎麼那麼早睡 你這樣睡的話 明天怎麼開車 好不容易吃兩顆 你要才睡著 被叫醒了 對 她會把我叫起來 結果叫醒我就不能睡 那天我就跟她說 我說那怎麼辦 我如果現在不睡的話 我撐到早上 我再開車去的話 更累 對 然後又塞車 那很危險 我就說那好吧 那我現在開車下去好了 我在台中我再去找個飯店住 就讓自己累一點嘛 看有沒有辦法再睡 結果我就開車 我就開出去 然後開開開過大概 快到泰安的時候 那苗栗 苗栗再過去快到泰安的時候 我忽然間 整個人就昏了 就開始暈你知道嗎 就昏了一下 然後昏了一下我就 可能是真的有 藥效 對 藥效有睡著 我就這樣弄了一 揍了一下 結果整個車就 啪 就往那個中間就裝過去了 安全島 對 安全島 中央安全島 然後裝過去之後 啪啪整個就這樣彈出來 我當然第一個反應是 我死定了 結果後來 不對啊 怎麼我還在開車 然後我就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還在開車 後來我就開到台中交流道 我就下去 然後下去一看 很奇怪 我裝到整個安全島 又彈出來 而且是晃這樣 啪啪啪這樣子出來的 我的車都沒怎樣 連傷都沒傷到 然後後來隔天 我就回到家 我表演完之後 我回到台北 然後我媽就說 我早了 睡到一半這樣 早上起來整個黑青 就整個左邊都淤血 我媽 對 怎麼會這樣 這什麼連結 我有跟龍姐說 我出車禍 可是我沒有跟媽媽說 可是媽媽當下 她在家裡休息 她後來隔天 她也沒有去 也沒有去給人家捏或怎麼樣 她就整個左邊都淤清 就是剛好我車子是這樣進去 又出來 所以這代表媽媽幫你擋嗎 然後後來他們說 對 他們說後來是 應該是媽媽幫我擋過的一次的 對 對 然後你父親過世之後 你又 有一些預知的能力 又不一樣了 對 其實我 這個靈感 有一次你的車鑰匙 不見了一個多月 對 那時候 就是你爸顯靈幫你找到的 對 那次因為 爸爸他買那台車的時候 他就 那時候他還很生農 生農活動 他說 我跟你說 這台車 他要留給你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 我會是 我等到開那裡的車 那我不是都已經 幾十年後的事 這台車不就變中古車了 對 然後後來真的 我爸買那台車 沒幾年 就是後來就走了嘛 那他走了 那台車當然就是 他有交代 要我一定要幫他照顧 可是很扯 那 他那個車有兩把鑰匙 而且那種車是 不能用鑰匙開的 他就一定要感應 所以我只要 掉了其中一把 其實很麻煩 因為那一把鑰匙要 要到國外去配 對 要到國外去配 然後我找了一個月 就是貨物幹嘛 一直找 一直找 怎麼找都找不到 一直到有一天 忽然間 我也不知道怎麼了 就跟那個羅斯風 那個試試一樣 就是我忽然間 也跟姊姊說了 我說 那個不用找了 待會兒就會出現了 結果後來我 大概五分鐘後 我去不知道幹嘛 去開個後車槍 砰 鑰匙就找到了 就出現了 而且那個地方 我找了好久 我找了一個月 曾經也找過 對 我怎麼翻都翻不到 結果一打開 就在眼前這樣子 這個事情很難解釋 我自己都覺得 然後包括 這三年來比較 像我很少會回基隆去 當然回基隆去 拜拜 去看那些阿姨一定會 都會回去 可是我很少會說什麼 什麼事情或什麼話 一直到有一次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回去 然後後來那一趟回去 我阿姨跟我說 她大概半個月前去開戲看 對 然後 我就冥冥中覺得 我一定要回去看 有事就對 一定要回去看 然後那一趟我才知道說 阿姨開戲看 然後我就回去幫她看一下 然後後來又隔了大概兩年半 兩年半以後 有一天 我又會有點想到了 我就回到基隆去 然後又覺得 心口有點痛 然後我就問阿姨說 我說 最近廟裡面有沒有什麼事 然後阿姨他們都說 沒有 沒事 沒事 我說 如果沒事就好 那大家要注意安全 小心一點 然後大概講完三四個月以後 就半年之內 就走了兩個阿姨 所以我就 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到底 這個是 是好還是不好 包括一個朋友 嗯 有一個在演藝圈的一個朋友 然後 她媽媽身體也不是很好 注意一下你媽的身體 過年前 就是那個農曆年前 可能會有一個大變故 那如果過了以後 你端午節的時候 還要再注意一下 結果後來在除夕的 好像前幾天吧 她媽媽就有聽說 被送到醫院 急進肺水腫 然後又心臟衰竭 對 所以我現在都不敢亂講話 真的 烏鴉嘴在說什麼 沒有 來 走老師 我們再幫大家做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我在哪一方面的直覺 超級無敵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就是呢 你在餐廳用餐的時候呢 隔壁桌出現了一個黑道大哥喔 這時候呢 他手上拿著一個東西 你猜他手上拿什麼東西 直覺來選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一把槍 B的選項是一束花 C的選項是一把鈔票 D的選項是一份文件 直覺來選你覺得黑道大哥出現了 手上拿一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直覺 雅莎 我選C 好 我選A好 好 鈔票 一把槍 我選B 好浪漫 我要跟雅莎一起 我要跟運氣好的人一起選 好啊 我在哪方面的直覺呢 無敵這個超級準的 好 選擇A選項的 對一把槍的我們有黃老師跟智峰選到這個選項 一把槍的 你的直覺超準指數是80分 真的喔 尤其是在哪一方面呢 是在運氣好壞上面 如果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人最近運氣好運氣不好 你們會有很深的直覺覺得最近什麼事情不要做 最近什麼事情多做一點 所以關於運氣好壞呢你們的直覺是超級無敵準的 甚至於這個人最近好像有點未來可能會生病啦 或是說有什麼狀況意外可能會發生 你們可能都會有天生直覺很想要告訴他 提醒他一下 好來接下來我們看要選擇一束花的現場有精準 選到這個選項 好你的直覺超準的指數是70分 在哪一方面超準呢 你就要問他了 他是在於男女情勢上面超準 這個男朋友女朋友帶給他看 他告訴你奇準無比 他如果暗示妳說這個男的不怎麼好 你就乾脆放下了 如果他說這個人要好好把握 你問他有關於男女情勢的 他的直覺真的超準的 而且他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我不知道耶 他各方條件都好像很好 可是他就會有個感覺告訴妳說 我總覺得後面好像會發生那麼一點點 好像不愉快的事情 你錢千萬別借給男朋友 錢千萬別借給女朋友 名字房子什麼 千萬別登記在對方的名下 如果他提醒你這樣 你最好就聽一下 算是男女情勢之烏鴉嘴欲言 對… 所以如果…但是如果你很愛對方的話 你就不要帶給他們看好了 因為你就相信自己的直覺 做媒婆兼產婆的 什麼都跟我們 OK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把鈔票呢 現場有亞莎選到這個選項 還有薇威老師 篤琳哥也選到這個選項的 好 你們的直覺超準的指數是95分 你看… 哇 亞莎妳超旺的耶 很準很準 而且他們是在哪一方面超級準呢 他們是在賺錢方面超準 他們嗅覺那個鈔票的味道是非常靈敏的 哪個地方會賺錢 哪個地方會投資理財得宜的 你只要告訴他 他都會去選擇 那你跟他選擇就沒有錯了 因為他們對於那個嗅覺 鈔票的嗅覺 金錢的嗅覺是非常靈敏的 所以賺錢方面的這個直覺 是超級無敵準的 不錯 是 好 那我們來接下來看一下 現場都沒有人選到這個一份文件 好 就選到這一份文件呢 直覺超準的指數是50分 他們是關於什麼樣的呢 關於這個靈異磁場的 只要有鬼啊 或說這裡不舒服啊 他們是會有非常直覺靈異的感覺 告訴你說那個地方不要去 或說今天就不要出門了 或說這個人怪怪的 好像有卡到音什麼的 就是少跟他接觸 少跟他聯絡 他們就會有那種 天生靈異磁場的感覺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是 謝謝老師 有照片 有啦 有傳過照片 什麼樣的照片 亞莎你這一次得獎雖然很開心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在網路上有一些 有一些不公平的聲音 也讓你很難過 你看到哪些 你看到哪些 我看到一些就是 譬如說 其實大部分都是身份的攻擊 就是說 都會說那個數字四二 四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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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得懂嗎 是呀啦 是呀啦 我知道 我就是來之後才知道 然後有很多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對岸的 然後可以拿台語的這樣一個獎項 就是很大部分是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也正常啦 因為這些朋友他們可能都不認識我 不了解我 那也沒有聽過我的歌 然後就直覺的可能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反應 我覺得就是 心態要好啦 自己要把心態調整好 要調整好 對啊 那我覺得就是 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被所有人接受跟喜歡的 所以就是 堅持做自己 然後 唱更多更好的歌 然後給喜歡我的朋友 那其實我也很感動 這次也是因為 金曲獎有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他們就是來我的臉書啊留言 就會說 之前都不知道你 那聽到你的歌以後就是 非常的感動 就覺得真的 你唱歌很感人什麼 就支持我 希望我繼續加油 就很感動 是 那你來台灣發展這些年 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的話就是來比賽嘛 比賽那時候一年一年多 然後就沒有回家 都沒有見到家人 然後那時候人生地不熟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那時候 都不敢出門 因為 就是一個新的環境 都沒有人認識 幾乎就是 而且那時候又是碰到鬼月 我記得我是在樓下的小妻去買了三天的 三天的飯的量 就是便當什麼的 泡麵 然後都一直沒有出門在家看電視 然後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是 正好很熱嘛 八月的時候 那租的那個房子就是 空調壞了 那後來就是還 就是請 請人就是送那種 二手的窗 窗式的那種空調 然後裝在那個窗上面 然後那個聲音就 就非常 非常響 就是那時候有一些生活上面的 包括就是 心情上想家這種 孤單 然後比賽的一些壓力 你現在除了唱歌會唱台語 你講可以嗎 我講現在可以聽 就聽比較好啦 可以聽懂蠻多的 講的話就是因為那個台語他講話 因為他有八個音嘛 所以那個音很 那個音調比較難 上海 那你有唱上海歌嗎 上海有什麼歌啊 上海比較多是像戶劇嘛 就是有點戲趣的那種感覺 但是用上海話唱出來 妳會唱嗎 我會唱一點點 會唱一點點 來… 來… 來一下… 為你當客也時常 請你哭也哭 請你忙也忙 哇… 請你看一看 請你望一望 唉唷… 你怎麼知道 真的是知道 真的… 真的… 真的厲害 小弟… 那是… 小弟… 小弟… 好厲害 大一句 很堅持 好厲害喔 對 你呼吸乾脆你們對唱一下 我跟妳講 你東北的歌給他唱一下 對啊 沒有東北的歌 沒有 還為什麼… 你還為什麼 東北話的歌 如果東北話就什麼意思 沒有啦 我說到十三點 好的 好的 來… 說到季鴻 季鴻 臉書上很紅耶 所以現在 還好… 都會… 那個… 網友都會私訊給你 說 要求一夜請 我後來… 真的 我的媽呀 我後來把我個人的臉書關掉 我後來就把它關了 已經關了一個多月了 因為那個訊息 不堪氣喔 對 第一個是真的讓我有點 不堪入目了 然後… 對…然後… 可是有時候又覺得 我又怕有一些公事 所以就變得很矛盾 剛開始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過 可是你身為一個藝人 一個男歌手 有粉絲的愛目是很正常的啊 對… 為什麼嚴重到要打關掉 正常的愛 他們會說喜歡你 欣賞你唱歌或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我都還滿能接受的 所以你是接到些什麼嗎 是有包含照片嗎 照片…有啦 有傳過照片 什麼樣的照片 大概就是穿個… 失業線的 內衣這樣 穿內衣的 對 那個還OK 就穿個內衣這樣 不過比較讓我… 那個三圍 那個內衣的照片三圍是… 大概 我對三圍比較沒研究耶 對… 然後還有說到就是 我也是38 38 38 沒有…還好 那個大概是有個弧度的 有個弧度 對… 大概… 然後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有時候你看到頭 你就不想看後面了 因為他會第一句開頭 看到頭 就不想看後面了 我以為你說 看到他的頭 你就不想看到三圍 看到那個前面字的那個 對 前面幾個字 就不想看 他私訊的開頭幾行字 你就不想再往下看 我曾經看過一個 他是寫說 一開始寫 我已經失了 對 然後… 然後還有那個 戴訓你這是什麼表情 你都說失我 我渴了不行 然後 然後我說 他說他現在很癢 類似… 他這麼直接喔 可是後來因為… 平常講我… 然後我… 你不幫他掛號呢 我覺得他真的需要搞加一科 或皮膚科師類的 然後… 有些會說 他已經快… 就是類似可能快封掉或怎麼樣 因為想一想就快封掉了 對 他快封了 其實我也快封了 夜夜夢到你 晚上都有夢到你 你怎麼不幫他的訊息 轉貼給蔡小虎呢 這個不是我說的 謝謝 小虎哥應該會很開心喔 很久沒有看到這個 對 可是之後也… 你身邊也不是都是一群很癢的那個 很養慕他的 很養慕他的 對 超級姊妹義工 你都會… 就幫你… 對… 對… 其實因為… 而且根明他們 本事他們其實滿好玩的 而且也… 個性每個都不一樣 那… 有時候會有一些誤會 就是我可能跟這個比較好 然後那個就會吃醋 對 然後跟這個比較好 那個就會吃醋 所以後來我就乾脆 大概一年的時間 每一年我都會請他們吃個一兩次飯 就跟著大家一起來 然後我們來聊一下說 我們接下來今年有什麼打算 有什麼… 要弄什麼東西 然後… 那他們都怎麼很愛你啊 就他們都會… 他們很好 他們對我很好 就是有送… 送吃的 我只要去表演的話 然後我只要… 他們只要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表演 只要我一到 他們可能就會 先在那個地方等 而且他們會先把所有的東西 都準備好 很愛你的粉絲 對 他們對我很好 那只不過… 只不過就是… 其實… 可能剛剛那一位 最愛你的那一位女粉絲 她也在這裡頭的規定啊 沒有啦 她沒有… 她沒有… 我就是因為後來很怕 因為一個人的訊息… 你有見過她嗎 你有沒有去… 揣測過是哪一位 就是你在現場演唱的時候 她可能… 她一定就在底下好不好 其實大部分都還不錯 可是我不敢去揣測這個 因為我覺得有點可怕 萬一我知道我怎麼樣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 不管是傷害到她也好 或者傷害到我對彼此都不好 你以前… 你以前當男歌手的時候 你應該有接過像這種瘋狂粉絲啊 而且… 以前… 以前沒有那麼直接吧 那最直接到什麼程度 都收金戒指之類的啊 對… 有 真的有 像我是… 你也有喔 你憑什麼 你會… 你有收過什麼 我收過現金 收過金戒指 對… 那是去東南亞的吧 對…台灣也有 台灣 台灣也有 現金 你收現金多少錢 我現金沒有收啦 現金不敢收啦 那就是這種一包紅包那種是嗎 對… 然後在台灣也有收過人家 送我金戒指什麼這一些的 不過有人送手鐲 那我就把它轉送給我媽 就很漂亮的手鐲 對… 那會不會是粉絲她阿嬤留下涵 那還滿可怕的 如果是的話 對… 有時候真的很多 很貴重的都有 對…都有… 朋友貴的來幫忙 所以在這一週人際關係上 來 瑋維安老師 我們馬上跟大家呢 預告一下下週呢 各星座的整體運勢啦 來看8月3號到8月9號 大家的那個狀況是如何 我們首先來看一顆新的呢 太陽上升在 處女射手跟雙魚座是 煩惱的心事會想不停 所以這個禮拜呢 你的心情上會非常的沮喪 覺得做任何事沒有什麼頭緒 甚至於很多事情呢 都遇到了一些瓶頸 但是呢只要靜下心來冷靜一點 一個禮拜很快就過去囉 三顆新呢 太陽上升在水瓶 獅子跟摩羯呢 是會有朋友貴人來幫忙 所以在這一週人際關係是特別好 如果有時間有預算的話 多跟朋友出去交際應酬呢 會對你的工作上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難呢 也可以尋求同事或 平輩朋友的建議 他們呢都會出現很多的貴人 來給你適當的協助喔 那四顆新呢 太陽上升在 牡羊天秤跟天蠍是 豪華魅力大增加 那當然單身的啊未婚的啦 都是可以尋找另外一半的對象 那已婚的呢 或是已有另外一半情人的呢 也不用擔心感情會很和諧 這個時候是和另外一半 溝通很多重要事情 最重要的關鍵 就可以在這個禮拜 提出來大家好好好的聊一聊 討論討論 那五顆新的喔 太陽上升在 雙子雞牛跟巨蟹座呢 財富非常旺 事業也很好 做一些重大的決定 公司的決策 或是公司要開會 或是要改革 制定新的計劃 在這個禮拜呢 都會有非常好的結果 那另外呢 還有三個呢 是這個禮拜要特別加碼的 首先呢 事業非常有成績 成果飛黃的呢 就是這個 獅子座的朋友 恭喜囉 那至於財富呢 賺錢賺得非常好 正財偏財都很旺 在這個禮拜呢 就是雙子座的朋友囉 那桃花朵朵開 到哪裡呢 都屬於萬人民系列的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牡羊座的朋友 就恭喜這三位囉 由褲老師呢 也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週呢 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好 下週 國立是8月3號到8月9號 其中呢 8月7號是立秋 就開始進入秋天了 同時那一天 又是農曆的7月1號 好快喔 立秋了 就是鬼門開了喔 所以開始下個禮拜 進入鬼月囉 好 我們看一下12生肖的這個 我們要分成四組 下週的整體運勢 首先第一組 豬兔羊 那我們這一週呢 比較著重在財運方面 那麼到底它的財運怎麼樣呢 那麼豬兔羊是 績效不佳 贊物投資 好 你看基金股票 你暫時不要放下去 暫時這一個禮拜 不是很理想的 只有一個贊的評語 好 下面是狐馬狗 狐馬狗呢 是頭 頭腦靈光 理財順遂 相當好 這當然是五個贊的評語 好 其實是蛇雞牛 蛇雞牛是長期投資 細水長流 以長期來講 理財應該會有高有低 但是你長期來講 最後還是會上來的 一定會賺到 慢慢的來 細水長流 所以有四個贊的評語 好 最後呢是 猴鼠龍的 猴鼠龍是 得失交雜 略有結餘 就是有得有失 但是平均下來 你還是有賺到一點 還算是可以的啦 所以是三個贊的評語 好 最後我們加碼 12個生肖裡面 有三個生肖 這個運氣在下個禮拜最好的 其中錢財最旺的是 屬老虎的朋友 是 其次呢 事業最強的是 屬馬的朋友 還有呢 桃花最紅的是 屬牛的朋友 恭喜你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還是由黃悠佛老師 來給你們測字占卜 今天要占卜的是 未來一個月呢 我在哪一方面有 神明加持過的好運 神明加持它的動作 要次令不然就灌點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字面 直接用次令灌點 這個加持的動作 這四個字來選一個字 是 那請現場的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你來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 有這個神明加持的好運 好的 雅莎 我選頂 好 我選赤 好 令 好老師 好的 大H 你叫大H 剛才說的大小S這麼紅 你就大H 快點 赤 是喔 那我選灌 好 那麼這個頂字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抱歉 事事不順 釘滿頭包 那下個禮拜 暫時那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 可能運氣沒有很好 所以只有20分 好 其實是灌 灌是淨存選的 是是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選這個灌字的話 到底是哪方面的好運呢 我們看答案是 月老成全 恩愛和和 那當然是感情方面的了 那你如果說已經有確定是 目前都是已經固定了 那表示好運 更好運 更好運 更恩愛和和 所以是感情方面的好運 80分 好 最後刺 刺是篤林跟智峰璇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這一個字的話 是哪方面有神明價值的好運呢 我們看答案是 財神做東 高興數錢 財神請你吃飯 財神 財神派錢給你 你錢越數越多了 但是錢財方面的好運 100分 恭喜 數了數了 好 對 來 來 節目的最後 我們再一次跟觀眾朋友 推薦一下我們智峰的最新專輯 天意對不對 對 也恭喜亞莎得到我們的金曲獎 最佳泰語歌手 女歌手獎了 恭喜你 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老師也感謝你的收看 下週同一時間請選收看 命運好好玩 Bye Bye 請問你 想做什麼就勇敢去做吧 不過三星綜藝是很弱 在這方面要特別留意了 聚業座朋友特別要小心 很容易丟三落四 而且有破財的傾向 聽名座朋友特別要注意 在感情方面容易判斷錯誤跟失準 而天爺座朋友更是要小心了 在吵架方面千萬不要口處惡言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危機喔 留言朋友先說 心理數字和顏色在這邊提醒你 火箱朋友是銀色系 最佳數是6 土相朋友是綠色系 最佳數是5 風象心中朋友是灰色系 最佳數字是4 而水象心中朋友是藍色系 最佳心意數字是0喔